大家好 早安 到我們的氣象時間了 趕快來關心一下週休假期的天氣如何 又提醒大家 整個週末全台的天氣都是相當的不穩定 都是有機會可以降下局部大雨 甚至是局部豪雨 那從今天的下半天開始呢 雨勢就會越來越明顯 那到明天的時候 雨勢會是下最大的時候 所以要提醒大家 週末如果有安排一些外出活動行程的話 提醒大家就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好 那我們也來看到今年的第二號颱風呢 馬力斯 它已經形成了 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雖然它現在是一個輕度颱風 那對台灣是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 但是呢 它的殘留水氣有可能就會併到封面之後 就會帶給中南部地區蠻豐沛的雨量 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別的留意喔 那這一波這個封面呢 其實並沒有造成我們的溫度有任何太大的變化 全台各地都還是比較悶熱的一個天氣形態 高溫也都還是有機會上看28到31度左右 所以大家外出的話 也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我們從電量降水預報圖來看一下 今天的雨會怎麼下 那今天白天的時候 主要呢 還是比較偏午後雷震雨的降雨型態喔 那主要在整個山區的部分 雨勢就會來的比較大一些 那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了整個金融北海岸 還有宜蘭的部分 降雨也會來的比較明顯一些 那今天西半部地區 白天的時候降雨還好 局部的短暫震雨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可以看到降雨就明顯的開始變得比較多了 那尤其就是整個中部地區 受到封面的影響 以及西南季風這樣吹上來的影響 整個中部 還有呢 南部沿海這邊的雨勢 就會來的稍微比較大一些 那從今天晚上開始 我們就會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降雨只會越來越大 我們就從天氣走勢圖來關心一下 接下來這個週末的天氣形態 那主要今天是受到封面 還有低壓帶的影響 所以雨勢會開始慢慢的增強 而且會越下越大 也會越來越明顯 甚至可以看到整個台灣 基本上都是會下雨的 但是雨勢最大的時間點就是落在明天 也就是禮拜天的時候 全台各地都有機會下起一些局部的大雨 甚至是好雨 尤其就是整個中部地區 包含了雲林 彰化還有嘉義等等 真的要特別的留意 低洼地區都有可能會出現一些鹽水的情況 但是東半部地區的雨勢就會稍微比較小一些 沒有這麼大 但是也是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那降雨要開始慢慢趨緩 我們要等到下禮拜一的時候 因為封面就難移到了巴士海峽去了 所以呢局部震雨就會開始慢慢的減少 那可以看到整個西半部地區又會回到放晴的一個天氣形態 但是整個山區還有東半部地區就還是持續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會持續下著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那禮拜二禮拜三的時候封面難移喔 我們的風場轉吹的是東北風 好 所以東北風一吹下來之後 北部地區的高溫會稍微下降到大概只有27 28度左右 所以跟這幾天比起來會明顯是變涼了一些 那另外可以看到整個山區的部分 都還是會持續下著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就是今明兩天降雨會來的比較明顯一些 最後小叮叮我們要提醒大家幾件事情了 今天全台的降雨機率都是偏高 尤其越晚雨勢就會越明顯也會下得越大 明天的時候局部大雨或者是好雨 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話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喔 另外大家也不要去山區 因為大雨一下下來之後 很有可能就會出現貪方落實的情況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還是河地區 成績相關的 每一旦頔中心 3,4,4,2,6,2 1,3,7,8,7,8 2,4,4,7,8 4,5,7,9,8,7,8 9,8,7,8,7,8